美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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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幅畫是 馬篤秦壁 秦壁是位 馬篤海上桃花源 也是希臘所謂的地中海 這邊 這個畫是在秦壁的 過去是漁寮 这个是过去烧侠皮的烟囱 虾皮过去是马祖的 很大的一个主要产品 后来现在买回来后 就在这边烧 所以说这个剩下来的就是鱼疗 其实群币鱼疗这幅画 我自己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景点还有景色 还有它的构图 我很喜欢 很多艺术家到马祖去 一定在这个景点画画 只是各有各的角度 但是我以这种角度来表现这幅画 我自己很喜欢 特别喜欢这幅画 而且这幅画看起来心情很慌 好像很休闲 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们群币 所以这幅叫做群币鱼疗 这是我一个 一九... 去年二...二零零九年的作品 澳港 那是我前年回故乡的时候 我在海边散步 看到落日 我觉得好美哦 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 同时在那边塑写 然后回到台湾来完成这幅画 这幅画对我来说 是非常有纪念性的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马祖保存古古 所以说我把我们马祖留下来的古 这种环子 这种构造 以及目前有很多地方 有汤和吊的汇蓄 但是在画面布置上 我就把它列入这种 这样的情况 感觉到说在这边休闲 或者换松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那我就觉得这幅画对我来说 非常有纪念性 我觉得在这边 我感到觉得很安静 很平静 很多现在目前工作在生活在台湾的 或者工作人员 辛勤压 工作压力很大 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 来休闲 来换松 来做再出发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景点 所以这是我的家乡 我要把它介绍给各位 请各位能够到马祖去看看 谢谢 这个是夫人咖啡厅 我那天在那边点了一堆咖啡 还有饮料 在那边享受一个午后的时光 哇 我觉得很宁静 在这边感觉到真的很幸福 我觉得马祖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不妨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 而且这幅画 我的布局 有窗户看出去 这样子 马祖的石头 还有马祖的这个切 还有我这部画的颜色 跟布局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 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 是我最近刚刚完成的一幅画 我的灵感是去年开始为悟囊 那我先画这一个佛 然后我把它换的这个地方 布局慢慢移过来 因为这是山上 山上会有云吗 后来我就画云 但是我们平常看云的时候 云的变化有很多种 有时候这个云很像某一个东西 有的像一个人物 甚至有的像动物 有的像什么 所以我就把这个地方 慢慢慢慢的移过来 移到这边 各位不知道看清楚没有 这边也有一个佛 很像观世音菩萨 这个头 这个手 他在佛中有佛 所以这幅画 我看到他 我感到心情很平静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有这个 所以说这幅画很多人喜欢 包括我自己也喜欢 这个我画这幅画 他山上的石头或这个 我就用贴的 我用贴的 所以我的层次很明显的 有一种山 云 还有佛 佛中有佛 这是我 我的自己 我觉得乐自在 我画画就是快乐在 把自己快乐 融络了在画中 那我自己画画的时候很平静 我把我的心情给带入画中 这幅画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这种画画就是三连画 那我的构图是 因为我生产在海边 我对渔场 所以说比较喜欢 所以我画这幅画的时候 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鱼 挂在那边 所以画了这两条鱼 再加上这边的鱼草 还有这边的河窗 所以我感觉说 这个两条鱼 看了以后很高兴 这幅画是我画十二生肖 直属牛 这样十二生肖 那平常一般人的画画 十二生肖就是画老鼠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这次用油画来画 我是把它突破 我除了两个老鼠以外 在老鼠里面抓出滑鼠 这是滑鼠 所以说我感觉说 我们的滑鼠 在电脑可以把 抓出任何想要的东西 同样的 这个我在画这个老鼠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这两个太单调了 我就加一个滑鼠 那我的目的就是说 在滑鼠 电脑里面 进入滑鼠 都可以找到任何东西 它不但可以找到老鼠 可以找到很多文字 可以找到很多图片 还有可以找到很多新闻 可以很多这个 这个你想要的东西 知识 或者或者新闻都可以 所以说 我把这个老鼠 加上滑鼠 来创造 这样子的图画 这样子的构图 所以我这个里面叫 取入心有所属 就是你心想什么 你就去把它抓出来 这是我特别的一个 我自己感觉到 这个构图 我觉得很特别 谢谢 里面的一部分 十二生肖 有十二只动物 这只牛 这只牛 所以我叫牛转心肌 这个牛是奔跑的牛 那我牛在奔跑 但是这两个狗 比较是比较近 所以我说一动一近 组成这个画面 这幅画也是我十二生肖之中的 其中一幅 那时候我刚好是我先生 跟调职的时候到一个新的单位 那我就叫他去那边扭转心肌 所以我就取这个名字 这幅画的构图 我一只小猫咪 这只猫咪是我家的小猫咪 叫Koshka 他 我以他来 让这个空间 这个是前景 这个是中景 这个是后景 所以说我让他觉得 这个空间很突破 猫咪 玫瑰 那个圆景 这样配合起来 我看到这个 觉得一般人 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很多 我搞不这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喜欢突破 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 你画一个猫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的画作 一直是在尝试 新的 创作 新的 新的 那个 表现方式 所以我要倦选 最后来表现 这个猫咪 跟玫瑰的关系 我那时候是压克力 用压克力水彩画的 我把玫瑰 给这个 他的叶子 还有这个 我画这幅画 我觉得很潇洒 我自己感觉说 诶 这样子画 可以说我自己感觉说 我不小心画成这样子 但是很多人觉得 这幅画很潇洒 我觉得很喜气 所以我就跟他取位 大提大提 大提 是 因为我是 咖啡杯 这个是 马祖的 红花十串 咖啡杯 这是 马祖的 混火山墙 的图画 咖啡杯 这个是 鱼 年年有余的 咖啡杯 所以我做了很多 马祖 把马祖的作品 有关于马祖的特色 做成一般日常用品 来 让人家在喝咖啡 或者什么的时候 能够融入 把这个艺术融入生活中 所以我又做了 这些那个灯饰 这个就是东影灯塔的灯饰 我有大的 有小的 有做扁的 也有一扁 扁形 扁形灯 像这个就是 马祖的 那个铁堡 我就用我的图画 做成这种小灯饰 它可以变 变换成 可以这样子 可以 融纳 另外我还做了 我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个人化邮票 那个人化邮票 我结合 旅行台湾邮票 做成那个 在明 一百年 庆祝建国一百年 做了一个 这个图片 另外就是邮册 我也做了 所有的邮册 都是介绍马祖的景点 那里面就是有我的画作 而且里面的画作都是 马祖的 马祖景点 那 这个小夜灯 这个小夜灯 是 卡六 马祖小夜灯 卡六 就是义士到 马祖晚的义士 刚好 马祖是 马祖娘娘 她在那边 为了去救父亲 而离难的地方 所以她现在的衣冠中 还在马祖天后宫 所以目前我们马祖娘娘的 那个 那个塑像 过去是最高的世界 世界地高 但是目前已经被天津市的 马祖神像 已经赶过去了 变成第二高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小夜灯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做这个小夜灯的目的就是说 有一盏灯 让往归的人们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像每户人家 有时候晚上 孩子回来了 太晚了 所以说有一盏灯在那边 那 人家觉得好像有个 往归的孩子 你又回来了 其实我的创意 是从这里来出发的